随着美联储加息的之后效应逐渐显现 美国涌现十年来最大破产潮 昔日 美国最大家机用品领受伤 也没能摆脱这一宿命 4月23日 因为未能筹集足够资金维持运营 三币家居Bed Best and Beyond在新泽西州申请破产保护 三币家居在声明中表示 该公司的360家同名门店和120家Bye Bye Baby门店 将在破产过程中继续营业 并继续支付员工工资和福利 以及履行对供应商的义务 并以从贷款机构获得约2.4亿美元的债务人 持有资产融资承诺 以在资产清算过程中维持运营 但其表示 已向新泽西州破产法院提出动议 要求获准拍卖前述两个品牌 今年以来 美国企业的破产势头凶猛 根据标普全球市场材质 今日发布的一份报告 第一季度 美国企业申请破产数量为183起 超过过去12年的任何可比时期 其中 3月份 美国有71家企业申请破产保护 高于2月份的58家 而且是上年同期33家的两倍多 这也是自2020年7月新冠疫情初期 出现74家破产以来的最高单月水平 而近期 多家银行倒闭 导致银行进一步收紧信贷标准 可能令事态更加恶化 随着东北非国家苏丹两个敌对派别之间的战斗 仍在继续 各国正急于从苏丹首都卡图木 撤离外交官和公民 美国总统拜登4月22日晚间宣布 美军已投入军事行动 撤走美国政府留守在卡图木的工作人员 大约100名美国士兵参与了 疏散不到100人的军事行动 其中包括数位他国伪教官 美方表示 还有数百名美国侨民暂时还没有部署疏散计划 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正在准备疏散其国民 韩国和日本已将部队部署到临近国家 4月23日晚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称 截至目前 苏丹武装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420人 受伤人数升至3700人 声明还强调 由于苏丹机场停运 世卫组织目前无法向苏丹运送更多的医疗物资 4月24日 据媒体援影知情人士的话说 特斯拉已开始在上海生产 今年将在加拿大销售的Model Y 这是该公司首次将汽车从中国运往北美 此举将把特斯拉全球最大最具成本效益的工厂 与其最大的市场北美连接起来 Model Y是特斯拉在全球最畅销的车型 特斯拉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称 它将在加拿大推出一款更便宜的新版Model Y 这是一款后轮驱动的基本款SUV 售价比长续航版低1万加元 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 上海生产的新版Model Y将开始在加拿大销售 媒体援影知情人士的话说 特斯拉上海本月早些时候 开始生产销往加拿大的Model Y 车辆的设计和测试等 要求均符合北美的相关要求 特斯拉的目标是本季度生产近9000辆 销往加拿大的Model Y 4月24日 据多家中国媒体报道 近日 上海网之翼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就暴雪娱乐有限公司 违反系列许可协议在上海提起诉讼 要求退还3亿元欠款 该款项包括网之翼以全额支付的 魔兽世界等停服游戏相关退款 未受游戏商品库存的预付款项 数款未开发游戏的预付保证金等 2023年1月24日零点起 所有国服游戏 包括魔兽世界 魔兽争霸3重制版 炉石传说 守望先锋等 都将停止运营 2023年2月1日 网之翼发布了 暴雪游戏开放退款说明 2月1日11时起 针对玩家在暴雪游戏产品中 以充值但未消耗的虚拟货币 或未失效的游戏服务 开放退款申请通道 此前 暴雪中国官方微博 发布暴雪对国服玩家社区的更新说明 表示正在寻求新的代理合作方 将游戏带回给国服玩家 但截至目前 暴雪国服新代理仍未见踪影